那么这个设定可见性的动态图块其实蛮简单的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参数拔下去之后 这里会产生这个画面上可以让你设定 好 那你看现在你的可见性的索引 这个叫索引知道吗 这个叫索引 那索引现在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索引 空的吗 那我们要做什么切换呢 就三个沙发切换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大看一下 我们这也不是有单一图块 那这边单一图块 注意哦 你如果到动态图块变异器 你选到它只有它被选起来 你不能三个都选起来 三个都选起来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已经把它又打包成一包了 你要把它分解掉 所以你一定要单一的 就是说你这个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地方单一 OK单一有没有 叶息键单一这样才对 OK好 那我们现在索引 现在没有任何设定 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打对不对 我们要先把那个名字把它改掉 OK所以你第一个动作 必须按可见性状态 来按这里可见状态 你就给它执行对不对 他还把它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它会问你说 可见状态你要干什么 我们现在它预设的这个名称 那叫可见性状态0对不对 他还请你把这个这个更名 先给它更名知道吗 我们现在改名字 OK 那个R就Rename的意思 突然你给它点它 然后你把它名字改什么 你就改单人沙发 OK好 比如说就直接打 当然你也可以打那个英文 突然如果你觉得打中文很痛苦 你打那个single sofa 都可以随便你 突然就打中英文都可以 那我打中文好了 比如说打单人沙发 单人沙发OK OK就像这样 那第一个是要先更名 然后之后就给它新建了 所以你看我按一下新建 点一下 然后单人沙发就OK了 然后换第二个 突然第二个 那一样在新状态中 建立既有物件可见性 什么保护不变 这个就不要动它了 突然我们就打名字就可以了 突然我们就打什么 打双人沙发 Enter OK 然后这样确定 你看这样是不是两个 还少一个 所以按下新建 打三人沙发 OK 好 当然 如果说你这个 如果你要建立 这个多人沙发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做 那我们就有三组 OK 好 那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做一个更细的话 你可以给它刮号 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给它打平面 OK 就按确定 不过呢 我们刚才还没打平面的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平面 两个字的右键给它复制 给它复制完毕 就按确定 它的平面 然后你就选单人沙发 再给它更名 知道吧 更名 好 那我们这个 你不要直接按右键 因为在那边反蓝色 你就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右键再把它贴上平面 然后点它呢 再来更名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图块 有分成平面跟立面 所以这样做是比较清楚的 OK 好 那你做完之后 同意按确定 按确定 所以你看你的切换方式 只有三个可以切换 那我们这个要做实验 同意我现在只是把名字打完了 好 我现在把名字打完了 把名字打完 有没有做动画图块 你切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会有影响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把名字打完之后 好 我先做实验 我们假设先测按看 这个索引到底可不可以下拉选单 同意你去执行什么 给它储存图块 因为本身一定要存档 知道吗 你不能直接关掉 同意我们储存图块 注意 是储存图块 不是存档案 同意你按它 按左键 按它 然后再关闭图块编辑器 这样的意思 就回到那个 OK的世界里面 所以按这就回来 对 同意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还是整块 可是你看我点它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测点出来 一定要选到它 你这个 你一定要选到 就是来 你这个 你说奇怪 为什么没有测点 因为你要选它 按左键 选它 选它之后 同时它有一个下拉选单 你看点这里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切换了 我们就选单了 可是我们现在切换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把那个 所以你把它打完而已 你把它打完 你根本没有办法 对它的图块做反应 所以你看完双人沙发 你看还是没有反应 我现在如果把它改成大 看一下 三人沙发 你看都没有反应 它只是索引可以切换而已 OK 同样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设定 我们现在希望就说 我们如果按单人沙发 单人沙发看得见 其他看不见 这样懂意思吗 OK就可见性 所以如果按双人沙发 你现在索引是指向双人沙发 那就双人沙发显示 有没有 这个显示 其他单人沙发 三人沙发隐藏 这样懂意思吗 类似这样 也就是说我今天把索引 如果把它改成三人沙发 你现在索引是指向什么 你看是不是三人沙发打勾 对不对 三人沙发打勾就变成什么 三人沙发是可见的 其他两个是不可见的 也就是说三人沙发看得见 然后双人沙发跟大人沙发 都不可见 所以这叫可见性动态图块 我们要做这样的设定 OK 好 我们现在点它的测点是OK的 它的测点是OK 但是它没有那个功能 来所以夜期间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一样你再回到编辑器 那你现在出来了 你怎么回去呢 突然你选到这一坨图块 你点到它 你看整个都选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 按滑鼠右键可以设定什么 它的相关的图块的编辑 所以你按右键 好 有没有看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叫图块编辑器 请注意你按右键 不要只向测点按右键 因为它不一样的 同样会怎么样 它会选到物件 这叫测点 你测点点它 然后再按右键 它的选单是不一样的 它是测点的编辑 测点的拉伸 测点移动 测点旋转 反正你不要选到测点就对了 不要选这里 你在空白的地方 OK 好 所以一夜期间再一次 同样我现在点它 对不对 那你不要选测点 也不要选这里 同样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什么 图块编辑器 这样都回到图块编辑器的世界里面 OK 那回来 好 那回来 我们现在这样切换 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个来 比如说 我现在把指标指向哪里 同样把这个滑鼠指标指向单人沙发 有没有 那你现在指向单人沙发 那是不是应该单人沙发可见吗 其他双人沙发跟三人沙发是不可见吗 OK 只有它是可见 它可见 就是看得见 显示的意思 那这两个呢 这两个就是不可见 就是隐藏的意思 OK 这样懂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同样你现在单人沙发的索引 三个都可见吗 这样不对 所以你可以执行哪一个 同样执行 这个叫死可见 对不对 你要按右边这一个叫死不可见 死不可见的意思是说 你下指定之后选到你的图块 那图块就暂时给它隐藏 所以你按死不可见按它 对不对 按它 好 那你死不可见 谁要死不可见呢 电脑就问你 你要选取物件 谁要不可见呢 就是把这两个框起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记住框图块就好了 千万不要框到单人沙发跟可见性参数 这两个都不要选到 OK 所以这样框 好 按左键 然后Enter 你看他们是不是这两个就不可见了 但是你如果现在把它指向双人沙发 它要重新设定了 来指向双人沙发 同样现在指标是指向双人沙发 所以是不是双人沙发是可见 然后单人沙发跟三人沙发是不可见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你要怎么做 同样你是不是应该按死不可见 死不可见 然后去把不可见的东西把它选起来确定 虽然死不可见 OK 还会选谁 选单人沙发跟三人沙发 因为现在指向双人沙发 所以双人沙发是看得见 然后这两个看不见 所以你把看不见选起来 所以为什么当初要做图块 因为做图块点一个要整包选起来 这样比较简单 按Enter 你看就OK了 好 如果指向三人沙发 同样那是不是三人沙发是可见 然后这两个是不可见 OK 你一定问我说 你就干脆用这个按钮按就好了 可是这个按钮有时候你会按错 对不对 如果你按错怎么办 比如说你看死不可见 对不对 同样明明是只有单人沙发跟双人沙发是要不可见的 但是你就粗心大意 你就把三人沙发顺便给他点了 所以按按Enter 你看三个都看不见 可是我现在指向三人沙发 怎么会三个看不见 我们来检查看看 你今天如果按单人沙发 你看单人沙发是可见 其他两个不可见 OK 如果选择双人沙发 双人沙发就可见 其他两个就不可见 这样对了 选择三人沙发 结果三人沙发什么都看不见 为什么因为当刚才死不可见 多选了三人沙发就不对了 那我怎么救回来 你必须要看到被你选到的东西 所以你去执行什么 这个模式 有没有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选项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做可见性模式 可见性模式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看得见跟看不见 就把它显示出来 如果看得见就会变成 你的轮廓比较明显 如果不可见的话 轮廓就打单 所以你看我把可见性模式把它执行 等一下 你看它三个都打单对不对 因为当初我们选三人沙发的话 三个都给它不可见了 就像这样 那今天我如果把它改什么 单人沙发 你看单人沙发轮廓 是不是可见就比较深 那这两个就打单 如果今天把它选择双人沙发 你看双人沙发是怎样 它是不是轮廓就比较深 这两个打单 那今天如果把它选择双人沙发 结果三个怎样 三个都是打单就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指向三人沙发 再复习一下 那就三人沙发是可见的 其他这两个就不可见了 OK 但是你三个现在都不可见都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执行这个按钮 这个叫做实可见 OK 把它改回来就对了 所以按这个实可见 然后我去选谁 选三人沙发 按Enter 这样就OK了 你指向三人沙发 三人沙发可见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我现在把模式关掉 我们来检查一下 比如说把它模式关掉 同样 我们来看看 今天如果选单人沙发 单人沙发就是可见 有没有 如果选双人沙发 双人沙发就可见 这样懂得为什么 选三人沙发 三人沙发就可见 到这OK OK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做完之后 同样 我一样把它存档 你还回到第一个 不过还没做完 我们只是测试 所以这个还是错的 同样 我现在选到第一个单人沙发 对不对 OK 好 给它存档 这就跟写程式一样 就是要一直试验 一直try 所以你按下储存图块 按它 把这个设定的把它存下来 然后他问你说 你要不要图块变更 当然是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做 可信心设定了 所以做完可信心设定 你就给它图块变更 按这里 所以左键点它 好 然后关闭图块变迹器 点它 因为它恢复 是回到这个世界 OK 所以你看我点到它 对不对 你看我切完 你看我现在选到它 对不对 那我点这里 可以切完了 单人沙发 是不是单人沙发 看得见其他看不见 然后如果只向双人沙发 那就双人沙发看得见 对啊 但只向三人沙发 三人沙发就是切换 可是这样跑来跑去 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希望能够原地 切换可信心 OK 所以你要原地 切换可信心 那你要怎么办 那你要把它叠在一起 对哦 OK 所以来最后 我们来修正 你回到单人沙发 这个平面这里 OK 好 那你对它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图块变迹器 这样懂意思吗 OK 请注意 右键不要按到侧点 来按图块变迹器 OK 那是这个世界 对不对 好 同意你把谁打开 你把那个可信心模式把它打开 不然这样选不到东西 懂意思吗 所以按可信心模式 来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之后 会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打单 对不对 同意我们干嘛 我们给它 同意把它搬到适当位置 所以按移动命令 这时候呢 你就离开图块变迹器 同意干嘛 你回到那个哪里 回到那个常用的标签 这边暂时的用这个标签 然后你执行移动命令 不是复制 是移动 移动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做 你可以叠在一起 在一起做 比如说 我现在把双人 三人沙发选起来 以它为物件 然后按这个enter 然后你基准点 对不对 同意我们就给它锁哪里 我们全部同意好了 我们同意锁 这个扶手的这个终点 左键 然后就锁到哪里 同意锁到这个 双人沙发的扶手这里 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 三人沙发跟双人沙发 是不是 是不是 并在一起 对不对 好在下一次移动命令 有没有 同意我们再把这两个 一起选起来 这两组沙发选起来 OK 然后按enter 好一样 把这两组沙发的 这个扶手的这个点 点它 注意哦 像这个地方有误差 看到吗 有没有跑掉误差 对不对 所以同意 所以我们这个再一次 你尽量锁的时候 让它精准 同意我再一次 按下移动命令 然后选这个物件 按确定 好同意你就锁这里 终点对不对 你就对到这边的 这里的终点 把它对好 左键 这样就对了 这样全部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的 这个 这个地方双人 这三人 好 那我们再按移动命令 同意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enter 同意一样锁它的 这个终点 看吗 左键 好你就把它锁到 那个上面这里来 合在一起按左键 OK 好 这时候我们把谁关掉 同意你把 来回到图画便利器 同意你把这个 撞 这个可能性模式 把它关掉 OK 那我们原地切换看看 这边做实验看看 来如果选择双人沙发 双人沙发可见 如果选择三人沙发 就变三人沙发 看一下 单人沙发 双人 然后再指向三人 有没有 它就一直在可见性切换 好来回到第一个 他们给它存档 储存图块 然后储存变更 再来关闭图画便利器 同意它三个图画都并在一起 我们来试试看 来选择对待 你看下选单人看 来指向双人沙发 双人沙发就变了 然后再指向三人沙发 有没有 好再选回单人沙发 看到吗 这以上就是可见性的 动画图画的设定方法 同意你先试试看 大家试一下 感谢观看